其實我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說 沈伯楊他說什麼這個剛剛去開會啊 然後還好是復婚期救了他 那他隨後也請了隨護 只是這番故事 我們剛剛也在上個小時跟大家提到 他大翻購 就是說沒有人有去這個 冒用他的身份出境啊 那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為了規避 接下來國安單位移定 因為王鴻威也拜託也新聞了嘛 請國安單位要說清楚 那沈伯楊他態度也開始從這個 一開始感謝王鴻威的關心 變成是王鴻威到底是要幫誰要資料 怎麼這麼不單純 所以讓這個王鴻威委員也講到了 沈伯楊不只是言論上面很反覆 在情緒更是相當的不穩定 所以也不免令人擔心 案外暗示昨天王定宇跟進爆料 王定宇說呢 有一個男子啊 因為他的英文的拼音 跟陳柏惟的名字 拼音相似且雷同 所以這個台南呢 他在香港差點就被拘捕了 他還下來了一個結論叫做 唯邦不入 這個是王定宇的結論 那王毅川他也提到啊 他說 藍白真的是一個月殺一個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讓賴清德沒有辦法好好執政 藍營上個月搞他 王羲之這個月換沈伯楊 他沒有被打倒 呼籲桃園的鄉親也要相挺沈伯楊 其實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現在有一批人 他們就覺得說我在網路上 有效料嘛 所以我的曝光率就高 他們就很得意 那我們在節目上其實也討論過 王毅川是台大的 那個土木系的那個博士 他不是國發會的 國發所的 對 不是國發所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程度不會太低 他也跟過台中的交通局長 那包括沈伯楊 台北大學的法律局教授 他的程度會是這樣嗎 當然不會 可是他們去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有他們的那種效果 那這效果當然 大家會看了就覺得 智商是不是有問題 會這樣 那當然這個是 胡編的看法 他們其實很清楚 我達到的 大家來 好 瀏覽 來看我講話的 那 這個是 在做什麼呢 就是 我讓自己曝光度很高 然後焦點都在我 他就很得意啊 可是這已經讓原本賴清德 他們所要主打 整個國會改革的這個 他們所謂違憲 希望可以走抗中保台 這路線有點偏掉 因為這完全是抗中保台 發散掉了耶 所以現在民黨內 一般人不會到 沈伯楊夏克基留言跟他喊讚 就是他的 他的有頭有臉的人 一般不會 都是那些在起哄 年輕人看得好開心喔 反正胡搞他一下也好嘛 對不對 就覺得說 反正你胡說八道 我們聽了也開心 只要能夠求求 中國大陸 求求藍營 我們就很開心啊 他們的用意就這樣 所以 你不要用 王毅川的膝蓋想 他們 他們的 內心想的 大概也就是這樣 那其實 這種情況 在民黨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變成有 有些人會去笑話嘛 本來只有三保 現在要多一保嘛 就大家會 淨香我去講一些這些東西 而且我知道我講的媒體 一定會大量去引用 那我這下就可成名了嘛 那我覺得沈伯楊他其實 他那時候到一個不知名的國家 其實他那時候講的是很清楚 有人用他的身份入住旅館 對 那個在機場就先check in了 是 所以 所有這些東西 那 那如果照他所講的 那等於說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了嘛 有他的護照 然後住進了旅館 而且出境了 那這個其實是不得了 一個立委 他的身份被人家這樣冒用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 他當然是非常嚴重 但是 是不是 如他所講的這樣呢 他後來當然有改口 所以沒有進去 但是因為像 即使像我們 這些平凡的所謂名嘴 評論也好了 我們講過什麼話都被錄影 對 沈伯楊當然也是被錄影 是啊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看 沈伯楊那時候 他怎麼講 他的身份被冒用 對方還租到旅館 那個過程的話 會發現他後面都是在掩飾 那 一個跡象可以看出了 因為王王會跟 外交部跟國安局檢舉 這兩個單位根本不理 沒有去處理 他認為你是在信口開河 你在加重自己的那個嘛 好像自己地位都重要 可以參加一個 不知名國家的一個 秘密會議 好像自己有多重要 是台灣唯一的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他們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們沒有去查 當然 心裡對沈伯楊的講法 吃之以鼻 那是 那是很明顯的 那其實我們到各個的國家裏邊 每個國家有他的國安要求 那 大家看到 王建宇所爆料說 陳柏惟怎麼樣 有個市民 然後去港澳 碰到這種問題 我30年前在美國就碰過了 美國也不讓我進去 後來讓我進去是什麼 因為他看到我名字叫董智森 那以前竹聯邦有個殺手 他們進美國殺人 他叫董貴森 所以我進去 我大概排在中間 大家就夠了就只連我一個說你等一下 等到最後一個說 我說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說你等一下 然後就開始 問你 你來這邊幹嘛就問一堆 威頓就帶去那個 就小房間那邊去問 問了我也不曉得 我也莫名其妙 後來他們就找一個 台灣移民過去的移民官 台灣 已經 入籍美國的移民官 他就過來 我那時候還沒有在上電視 30多年前 然後 他就說 你要來美國做什麼 我說沒有 我知道來 來 那個採訪啊 理由看看啊 他說 你的身份有問題喔 我說我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現在 談別跟你說 他開始講台語 我現在談別跟你說 你的老名 有那個 董貴森 一樣 你有帶台灣的新聞前來嗎 我剛好有帶 我就給他看 他看一看 福建金門 你知道那個董貴森是外省人啊 所以 你疾患不對就表示 不可能有什麼兄弟關係 可是那個拼音就是 因為他們知道華人喔 兄弟常常有兩個姿勢一樣 對 所以他認為你應該是 董貴森的兄弟 真的就 然後 就開始用明來語跟我 聽一聽就知道 台灣來的 這很清楚的嘛 這不是外省人嘛 聽口音的不是外省人嘛 然後聊聊 他說 我也是台灣來的 我怎樣 就開始聊一聊 你沒問題啦 就說你沒問題 所以我也在小房間 待了大概二十幾分鐘 用 閩蘭話跟對方 聊天聊一聊 他說 你沒問題啦 我告訴你 這 這是透明的啦 你不用怕 我自己也碰過 為什麼 因為他對某些東西 他是會有 有疑力他會多問一下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把他誇大 其實每個國家都會有啦 那我也不覺得說 美國對我很不禮貌 或怎麼樣 我覺得你有你的 國安 或者你的 治安的要求 你多問一些也是應該的嘛 那 今天民進黨 故意在塑造了 他這個 情況就是很清楚 就是 他們從賴清德 上任以來 加大 對中國大陸的仇恨 那 今天他的仇恨在加大 就把他 連結到 藍白 在立法院做的這些事情 都是中國大陸所所使的 所以他們有可能要 很多資料 因為他們要調查權 要聽證會 要很多資料 那沈柏洋也說 王洪威現在是要 跟我要 要這個資料 不是要交給誰 對不對 沈柏洋他的面貌 就流出來了 他第一次感謝 第二次 就開始講王洪威要資料 王洪威有要什麼資料 他叫國安單位 你們好好的去協助嘛 對不對 我們的立委是不是被人家冒用身份 出境 而且還住到外國的旅館嘛 他有要什麼資料嗎 沒有 可是民進黨的邏輯就開始把這東西拿出來用 那用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 他完全就是賴清德的邏輯了 所以 民進黨 他 在台灣 他是一個很 特殊讓人瞧不起的黨 因為他輸不起 輸不起他就耍賴 他如果贏了喔 他通通 包攬 在 譬如說在立法院 敬戶惡毒 不准講話 不准那個 通通 以他們為準 大家可以看 過去八年就是這樣幹了 那現在立法院 他沒有辦法夠半 他吃杯了 他就開始跟你鬧 那過去他們鬧喔 國民黨那時候會讓他 讓他一點 所以他們就贏了 王金平時代嘛 那大家也看到那時候 馬上九 執政馬上九 選票勾辦 立法院也勾辦 可是很多案子都勾不了 因為民進黨反對嘛 大家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民進黨認為說 我們現在立法院 又沒有勾辦 我要開始鬧 鬧到你會妥協一部分 那民進黨輸不起是怎麼樣 台灣的民主是民進黨當選才叫民主 民進黨輸了他就不能上 他就開始 發動一些民眾 或什麼來跟你抗議說 你不能代表人民或怎麼樣 他每次都來這一套 那這個黨的無辭 已經到了匪夷手勢了 只有他們選贏 他們才認上 一直以來是這樣嘛 那今天他們輸了 他們想最簡便的方式 就是把你跟中國大陸連結 所有東西去連結 那連結他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尤其對年輕人 很好用 因為年輕人跟中國大陸的感情 比較淡 然後下去 就開始去掀南 藍白就是跟共產黨 多麼合作 多麼麻糬 甚至你們要的資料 第二天就在習近平的桌子上 這種話都講出來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 這就是他的套路啊 那他套路當然要有人 下去 幫他 他們其實很早就想好了 沈柏洋 沈柏洋為什麼是民進黨 不問其男性第一名 就是說他的作用就是在搞認知作戰嘛 那我們知道台灣有史以來 最成功的認知作戰 就是蔡英文跟韓國瑜選舉啊 王立強事件啊 整個事件都是假的 可是有非常多 無恥的政務官員跟司法人員下去 幫襯嘛 當你司法接入 大家就等於說 真的啊 對不對 檢察官都開始在查啦 那請問一下 現在 四年都過去了 有下文嗎 沒有啊 現在全台灣都知道王立強是一個 詐騙犯 而且民進黨配合詐騙犯 做著一個認知作戰的 等一個選舉操弄嘛 那時候那些出來講話 說要辦到底要怎麼樣 跟那些人 包括蔡英文自己 蔡英文都說中國大陸 接入選舉嘛 你看王立強怎麼講 怎麼講 那現在有下文嗎 沒有 所以認知作戰最會搞的就是民進黨 他們最會配合這些去作假新聞 去掀難 以民進黨現在在台灣 操控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九十五以上的網絡 對他們來講 這個太好用了 他們等於說穩賺不賠嘛 所以他現在就跟你 弄到底 你講他胡搞瞎搞他也不怕 到時候要是有什麼後果 他就都是藍白在扯後腿 因為他有大量媒體 所以他還是可以讓很多人相信 都是藍白在扯後腿 那其實 我們現在知道最大衝突當然就是 國會改革這些法律嘛 無法嘛 那這些無法 都知道都是民進黨過去的主張啊 那為什麼你在反對自己過去的主張 這一點他從來不敢講啊 為什麼 就像我前面所講 都有露營啊 每個人都有露營嘛 那你露營你當初就是這樣講啊 有露營你根本就跑不掉 那民進黨現在就開始耍賴 所有東西都用耍賴 要不然就是用這種 沈柏洋式的語言 這個語言叫什麼 我們閩南話叫幫你創佗啦 我親愛幫你創佗 管台的那個戲 對不對 他就是這種態度 大家聽得哈哈大笑 原來是這樣 你就沒辦法去政經去談 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政經談 民進黨百分之百 一定被輸到打趴到地上 對 可是我就跟你 插顆打混 然後就說你就是 你就是中國共產黨指使的 一下謀弘 那個主題就往那邊去了 這就是民進黨從來的濟養 那其實喔 你要是 反對民進黨 你當然就是第五重隊 台灣有百分之 六十的人是第五重隊 只有我 我是金門智慧隊 我跟你們不同隊 大家看 所以你可以看這些人 那種小丑的濟養 然後用自己的學術地位 對不對 或者你 王毅川好歹當過政務官 交通機長嘛 你們這些人 自己願意去 用這種方式去討好你們的顯民 我覺得 要當你的子女 或當你的學生 他一定覺得很羞愧 因為一般 還是 一般人還是有一些判斷力 比如說你這個是鬼扯嘛 怎麼鬼扯到這種地步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覺得 我只要有媒體都報導我 我就贏啦 那 歡迎就繼續 表演下去嘛 對不對 我們 千萬不要讓他們下台 讓他們表演越開心 我們應該給他掌聲鼓勵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聖 白聖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聖 白聖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白聖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 GIS 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 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 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 額外折扣 謝謝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